排斥 那一開始的話 人類不會面臨到這個問題 後來的話就是因為人類的科技 人類的醫學進步了 所以我們開始就有了這個移植的技術 那移植的話我們就怕排斥 那你想想看 我們畢竟大家都是人 所以我們的那一朵花每個人不一樣 但是也不會差太多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我是說跟別的動物來的 因此移植一個器官到你體內的時候 你的身體就會突然嚇到 什麼時候有這麼大的怪獸 我們什麼時候垮這麼大一個牆 這麼大一個窟窿 竟然這麼大一個怪獸 你的身體竟然就會把它辨認成 是被壞人欺負了的自己 因為那一朵花跟你的不一樣 你覺得奇怪他這個 這個他竟然就會把你 這個移植界的器官認成是 一個你的ID上面 然後黏著一個什麼波浪門榴槤 什麼一個很噁心特徵的家 所以你猜誰就會去攻擊他 殺手提器的話就會去攻擊他 就會把他打爆 你怎麼說不正氣 什麼不正氣我又不認識你 就打爆了 所以移植的器官就糟了 那我們當然不希望這樣 所以這時候就要吃藥 就要有一些藥物的投影跟介入 然後來壓制他的免疫 你就等於是吃藥 然後暫時把你的免疫系統吹破了 現在世界是太平的 沒有戰爭 沒有人要欺負你 請不要自己對號入座 對不對 國家是很成品 什麼 然後他就不會去做事 那你的器官就會活下來 對不對 沒人 不然 沒人 進來 你